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交通肯定是今天的主题 我们先看大湾区的大谋划交通方面 经过五年的建设 今天上午再见的国家重大工程 深中通道零丁阳大桥合拢 即是来建城通车又近了一步 上午9点37分 随着司工人员将最后一根烧钉 与临时匹配件完成连接 目前世界在建最大跨境的 海上钢商梁原商大桥 临丁阳大桥正式完成合拢 这个意味着 全场让17.2公里的 深中通道桥梁工程全线合拢 临丁阳大桥作为深中通道 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 它的主化长度达到1666米 主塌高270米 相当于90层楼这么高 由于临丁阳大桥位于珠江口 处于台风多发区域 为满足桥面高达91米的抗风需求 建设团队通过三年级黑府公关 研发了新型组合气动控制技术 将此前超大桥整体钢商梁原商桥 震战临界风促水平提供了26% 将我们选择桥的临界抗风的分数 提高到了88米每秒 应该将是全世界技术领先的 我们下一步的一个工作 一个是进行我们桥面的一个焊接 这样在台湾级来临之前 我们桥梁要具备抗台的能力 深中通道全长辆24公里 是世界罕见的 集海底钢巷尋本隧道 海中超大跨境桥梁 深水人工岛 水下枢纽互通于一体的 超级集团工程 因此灵丁阳大桥 要经受着高温、高湿和高炎 等恶劣环境的考验 灵丁阳大桥的这个阻栏 是206年造帕的钢丝 是目前世界上使用强度最高的 阻栏的钢丝 比如我们上一座桥 南沙大桥的钢丝又提高了一个级别 我们的主栏为了考虑 这个耐辅性能问题 我们采用了一个新美女的 多元核心的一个钢丝镀层 桥梁工程合隆后 下一步将开展桥面铺装 和附属结构施工 目前海底沉管隧道 已经完成31个管制沉放安装 正在进行最后一个管制 二次西装等作业 东西人工岛建设和沉管内工程 已在此稳步推进 向2024年建成通车翻起冲截 深中通道建成通车后 将和虎门大桥 南沙大桥 广深高速 广珠东线 广珠西线等通道一齐 将越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串珠成年 扣建大湾区一小时经济献身格局 深中通道是为大湾区的一个核心位置 它的建成就是为改善我们 优化我们这个大湾区的交通路线 具有重要的意义 它连接的是 驻家大湾区的几个城市群 为我们大湾区的港口 机场码头这些要素共享 提供了更便捷的一个通道 为我们大湾区的互联合通 做出了水平进一步的提升 具有重要的意义 没理会去哪里 你看到景都已经美成 它本身就是一个景 现在我们看到的时间 去到2023年4月底 2024年会建成通车 意味着我们还有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 就可以拉近深中两地 甚至是拉近整个湾区各地的距离 近了近了 不过说到深中通道 因为它是跨越零丁羊海域的 多条繁忙的航道 为主要保障施工安全 海市部门是动用了智慧手段 究竟这些手段有多智慧呢 最近深中通道零丁羊大窑正进行降商量看接 为确保过往船井安全 广东海市部门在上下游设定了管控区别 加强巡邏 我们派出五艘海船船 以作业水域为中心组成一个长方形的雾房紧接船 利用雷达和万元镜 并且监视施工作业水域 并且渔船 小型货船等雾船施工区 造成安全隐患 深中通道跨越的零丁羊主航道 是广州港中山港等各类船舶进出珠江口的唯一通道 海市部门经常要根据施工进展变化 动态调整护航计划 截至目前 海市部门为深中通道建设 完成了900多次海上交通管制 出动船艇两千多首次 我们本身自身的施工技术难度比较大 同时我们参见的单位非常众多 所以我们经常会根据施工的实际进展情况 去动态调整我们的施工计划 在这时候海市部门可以说是为我们提供了 全天候的一个保障服务 我们已经平安施工了2300多天了 今天上午 广州市中心直达香港国际机场的 海天联运航线开始试运营 为旅客可以提供在广州登船香港 登机行李直挂一站式服务 那什么叫海天联运呢 还有香港迪士尼呢 不是在香港机场附近的 海天联运可不可以运运一下 运运我们去迪士尼玩玩玩玩呢 今天在广州扒州口岸这里 新增到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线 如果想着乘坐这条航线 去香港其他地方的话 其实是不行的 因为整条航线的话都不入境香港 而购买船票之前 必须持有效的机票 现阶段 爬州港澳客运口岸开通了两条航线 分别是往返香港中港城 和往返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线 今天早上市运营的航线 是爬州口岸 往返香港国际机场航线 每天一个班轍 爬州开航时间为9点45分 预计12点05分到达香港国际机场海天码头 如果是达成海天连运航线至香港国际机场的 需要持有船票 机票 护照 或其他的旅行证件 以及所前往目的地的有效签证 等证明文件资料通关 海天连运航线的意思 是首先在爬州港澳口岸办理登机手续 目前国泰航空 中华航空 香港航空 大湾区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 已经在爬州港澳口岸开通了行李直卦服务 为确保旅客抵达香港机场后 可以顺利接驳飞机 爬州港至香港机场所选船班 要求船舶开航时间 和飞机起飞时间不少于260分钟 此外 离境可以办理退税 在香港海天码头 现场领取香港离境退税120港元 五一假期明天开始 口岸将会迎离坑流高峰 周投聚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醒广大旅行 提前在票务点或网上了解详细班写信息 规划好行程 我站江实施动态的管理 对提前做一个通关的谋划 家族警力开足通道 如果遇到出境政策的相关问题 也可以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 12367服务热线进行咨询 只要爬州上到船 就不需要担心登不了机 虽然交通工具不同 其实上船已经弱等于登机 就是这样听上去 如果还是未明的话 我们做个比较 一般我们要坐车或者要搭高铁 或者你自己去过关过刑关 你再用任何交通工具 去到香港 去到机场 中间这段时间不可控 只有到了机场办员托运登机手续 你先算是进入到登机流程 但在爬州上船那一刻 已经进入这个闭环流程 是不需要担心错过航班 至于有人问 那么迪士尔就在旁边 那你都已经入了登机流程 自然不可能登完机 我去玩一转再回来继续坐 既然讲到机场 我们继续讲下去 发展低空经济 不单止是拉近湾区城市距离的新路径 也都是握着未来产业发展的大机遇 在昨天 广州潘于长龙万博商务区 空中走廊试运营 湾区将会新增一个 低空出行往返航线之点 即是打飞的 昨天 广州潘于长龙万磅商务区 空中走廊试运营 未来从长龙万磅出发 将开通前往广州百云国际机场 南三明珠湾 黄埔瑞港澳出入景泰楼 深圳大中华国际广场等 低空出行的往返航线 大湾区的话 现在通常能够飞的点 已经有两百多个点了 所以基本上你去其他的城市 周边的 比如说中山 惠州 还有珠海 其实都有我们托管的这种基屏 整个万博商务区 它其实是具备了 低空飞行的一个条件 包括资产 行管 空约的申请 以及后续的一些服务 全都是已经具备条件 近年来 广州出台政策 支持低空飞行的发展 广东省综合立体交通网 规划线要指出 要建成高效便捷的综合交通树楼系统 支持具备条件的医院 学校 交通树楼 高层建筑等 建设直升机起降点 并逐步完善飞行服务站等配套设施规划建设 提升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能力 低空飞行错开高空航道 低空经济 它甚至不单止是有人驾驶的载人飞行 无人驾驶的航空器 其实都属于低空经济 当我们一直在盯着地面交通 又很塞 然后又要开门一个水上交通的同时 其实无论地还是水 它都是一个平面 现在低空飞行 它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 是一种活动空间上的立体性思路 而且低空飞行 它几乎是一个直线距离 到达速度够快 休息前我们讲的交通 可能是未来又或者是短期之后的交通发展 但我们眼前的交通 可能现在已经在塞 明天就是五一假期 预计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将会高位运行 今天是放假前的最后一个上班日 目前出城方向的交通情况是怎样呢 我们记者李思琦 在广东交通集团发了从最佳视野看到的路况 从今晚的12点开始 广东省内的高速公路将会是对7座及以下的小客车 实施免费通行的政策 之前大家都说了 今年的五一可能会是近年来最火爆的一次长假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数据支撑的 交通部门预计今年五一期间 全省高速公路总体的车流量将会达到5430万架次 同比上升了超过21% 预计的出行高峰会在今天的下午3点一直持续到深夜 而明天的全天都会迎来第二波的出行高峰 当然去到5月3日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将会迎来返程的高峰 我们下面马上来看看现在实时的一个路面情况 这个屏幕当中看到南沙大桥和虎门大桥的车流量 其实比起我们下午来到那时已经是有了比较明显的增加 尤其是往广州的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 行车相对是缓慢的 刚才值班工作人员都给我们介绍说 目前省内的车流主要是集中在珠三角地区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入夜之后会慢慢往越东、越西两翼去分散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屏幕左侧 就是往越东方向的潮位高速 以及往越西方向的蝶薄高速 可以看到车流量都不算太大 商向的行驶都非常之畅顺 但是去到今晚再晚点或者去到明天的早上 这边这几条的高速公路相信车流压力都会比较大 同时也都另外有数据支撑的就是 今年五日国内的旅游订单量也都实现了爆发性的增长 所以预计在明天到后日的这两天时间里面 在一些网红景点包括著名的景区周边的路段 车流量的压力也都会相当之大 所以如果是有相关出行计划的朋友 都要提早这样做好路线的规划 最后提醒的是广州地铁也都会加大运力的投入 譬如在28号以及5月1号当日 广州地铁全线网都将会延长服务时间一个小时 而在5月3号返程高峰当日 地铁的1、2、3、5、7号线 同样也都会延迟收车的时间 在5月5号方面深夜抵擦的朋友仍然有公共交通工具的接拨 谢谢思琪听得明白了大家 现在的车是塞住在珠三角 塞住在大城市那里准备出来 为什么现在越西越东暂时没有车呢 因为他们都没出到去 全部塞住在这里 其实今天下午开始已经塞住了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现在有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乐观心态 因为这样的他们的哲学是说今天有多塞 就是明天大城市的路面有多暢通 那又好像也对 放假其实这件事你说身体在哪不重要 最重要是你的心态放假 有放假的心态而已 那路面这么多人 机场应该都不少得去哪 因为这个五一假期是疫情常态化管理以来 也是三年以来第一次服偿后的五一假假 今天广州八雲机场已经提前进入了客楼出行高峰 今天进出港旅客预计达到20万人次 今天上午广州八雲机场 K2航站楼内人潮涌动 不少旅客都选择提前错峰出入 张生两夫妇趁着家旗 带女女去成都红费基地看国宝 今天八雲机场计划执行航班1317架次 客楼量达到20万人次 五一假期五日 八雲机场计划进出港航班超过6500班 预计接纵旅客超90万人次 各大航空公司都加大了运力投入 其中南航在4月27日到5月5日期间 执行仰2.2万个航班 东航在五一期间计划执行1.39万个航班 我们提前通过短信发送 还有随身行李告知牌 提醒旅客的拖运行李和手提行李的规则 二就是提前预查特殊旅客那些信息 提前预留好座位给特殊旅客 三就是提前跟各大旅行社对接 然后保障好团体旅客 随着客流量持续回升 五一假期 机场高速和八雲机场周边道路 可能会出现涌倒和缓行 八雲机场发出交通提醒 正值五一节假日迎来了旅客高峰 在安检的话也呼吁大家尽量提前两到三小时过来 以免物资 目前广州进出港机票总体仍有余量 基本能够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广州始发的部分航线 仍然有不少特价机票 当一个销售员随口可以这么流利地 报到只有这几个地方 有少量折扣票的意思就是生意太好 整天可以安排的地方已经太少 如果大家还没安排 又没有错风打算的话 可能还是算 非中长途不行的话 那可不可以我们近一点去港澳玩几天 旅游业界统计数字显示 香港和澳门即将在五一期间迎来 五年来的最大游客潮 港澳都正在全力准备 首先我们看了澳门的情况 来自澳门统计数据显示 澳门部分的高升级酒店房间 两个星期前已经预订爆满 还没客满的酒店房价都已经比平日提升 从各大的旅游预订平台上可以看到 五一期间多家综合度假村酒店房间已经受惊 而部分的升级酒店也显示低价房仍即将卖完 澳门酒店旅游商会理事长盧志良表示 澳门特区政府做了大量旅游推广工作 相信房澳旅客量火爆 预计内地旅客占比超过八成 盧志良还透露 假期酒店的预订非常理想 旅客较多选择金光大道一带的酒店 五一这个小长假 相信客量非常火爆 酒店的入住率会达到90%以上 房价那方面 房价那方面 三四星级的酒店 它的房价介乎于1500元到2500元 而是这个五星以上和这个综合度的酒店 它们的房价也介乎是2500元到5500元 此外 悠闲旅游服务创新协会会长黄辉清 五一假期 房澳团客将旧平日增加三成 展望五一黄金周 日军旅客近八万人次 有望再次打破今年单日最高客量纪录 澳门为游客准备了一系列精彩的活动 包括举办下横巡礼 游客可以走入澳门社区 体验小城一常生活 澳门第三十三届艺术节 也在今天开幕 如果我没记错 前两天澳门旅游局预计 都仍是说七万人次左右 到今天已经变成了日军八万人次 换句话来说 不少人就是最近这几天才决定订房 由七到八 它中间不是差了一 而是原来七的百分之十四 就是突然多了十四个点的人 差不多同时做了同一样的决定 当然我们都要赞一下澳门 旅游宣传推广 以及他真的被人的印象非常好 这几天我们驻澳门的记者 在当地就发现 澳门那边的热门旅游区商户 已经在磨全策掌 做足准备 要迎接马上到来的 日军八万的游客潮 今天是五一黄金周小长假的前一天 不少旅游区的商户已经开始忙碌的准备了 他们对五一黄金周会有什么预期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在澳门大三巴景点附近 沿路的多间商铺都已经摆好了货物 不少卖食品的店铺还专门在门口设置了顾客市食区 老板和员工乐力握手 招揽顾客来看来逛 有商铺老板就说 已经提前备触了货品 迎接五一假期的旺季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表示 在假期期间 会鼓励旅游业界尽量将游客分散 安排到不同的地区用餐 并采取预养制进行分流 预料五一假期 澳门不会出现个别地区 人流和交通堵塞的问题 两话语速都很慢也很亲切 去过玩过觉得好 自然就会再去有后避 或者他不一定是 每次都是在首选的位置 但不少人对于澳门 始终在他心里面 都留着一个位置是给他的 不定时就会爆一句 去澳门了 为什么 上去都挂着 而香港方面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署就说 五一劳动节假期期间 预计将会有461万人次 包括最后香港居民及访客 经国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表示 大量391万人次 会经国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 假期期间 罗湖将会是最繁忙的管制站 大量有113万人次进出香港 也只是每日平均约18.8万人次 落马洲之线和港珠澳大桥管制站 也会非常繁忙 预计每日平均出入境人次 分别约为13.4万和9.2万 入境处预计 陆路出境较为繁忙的日子 为4月29号 出境人次将达到35.9万 入境高峰期为5月1号 入境人次将会达到42.2万 460万人次 相当于超过香港居民一半以上的人 进出香港 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数量 大家最担心的当然就是 口岸通关时间内 口岸其实很多可以选择 所以选对口岸很重要 我怎么知道这些口岸 什么时候会多人呢 其实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是有必要有个线上数据 体现到口岸人流的密度 是可以有效通过过关人士 在他自己选择这里 首先去均衡 甚至还可以提前 给一个大家的心理的预期 既然我知道我要排队 我都要去 我自然就有排队的心理准备 为依法保障港澳居民 来往内地权益 中国出入境管理局 今天宣布 从5月8号起 延长港澳居民 来往内地通行证 即是回乡证的有效期 对证件有效期限截止时间 为2020年1月1号 到2023年12月30号的回乡证 证件有效期限统一延长 到2023年12月31号 到时辞证人持用上述回乡证原件 可以正常办理出入境 边防检查手续来往内地 入境内地之后 允许前往就近的远级 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 申请换发回乡证 公告指出 2020年疫情发生之后 部分港澳居民 未能及时办理回乡证 到期换发手续 而随着内地和港澳各个口岸的 全面恢复人员往来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的需求激增 港澳地区受理 办政机构出现了排队预约周期较长的问题 所以中国出入入境管理局 特别做出了这一次的决定 很好 2015年4月27号 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挂牌成立 八年来 前海从一片探土变成创业创新浴土 从一弯浅水变成改革开放高地 只有28.2平方公里的前海自贸区 已经成长为全国开放水平最高的自贸区之一 交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单 在前海中合保税区内 一辆辆货车穿梭于货场之间 这些货品正通过前海首创的 广制海运中转分布集聘模式 发往全球各地 今年一季度 前海蛇口自贸片区 进出口642.8亿元 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注入新动能 一季度同比增长170% 在通关时效方面 从半天的省单时间到秒放时代 这又是数据化转型真正的体现 八年来 前海海关备案企业数量突破1万家 外贸进出口总值 由2015年的712亿元 升到2022年的3,046亿元 年均增长23% 前海充分发挥在深化粤港澳合作中的独特优势 吸引众多港企港人前来创业 成为与香港关联度最高 合作最紧密的区域之一 数据显示 在2022年 前海实际使用港资56.08亿美元 占全市55.2% 目前拥有注册港资企业超过1万家 港澳人士被案执业 前海金融30条 中外联营律师事务等创新举措陆续落地 让这个区域的发展 与香港的发展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这些制度性的一个创新 都会为香港要素 香港的资金进入到内地 提供非常好的一个空间 前海正持续实施全球服务商计划 计划到2025年 引进培用全球现代服务商300家以上 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超过1000亿元 形成以世界500强总部企业为支柱 细分领域引营冠军 与专资特新小巨人为主体的全球服务商集困 今天上午 横琴国际仲裁中心 横琴国际商事调解中心 在横琴越澳深度合作区揭牌 与此同时 横琴国际仲裁合作平台 也正式入住横琴国际法务大厦 今天横琴光际仲裁中心 横琴光际商事调解中心正式揭牌 横琴光际仲裁中心的建立 有利于探索民商事法律制度 涵接澳门接轨国际的具体措施 为当事人在合作区 自主选择横琴或澳门的仲裁机构 最后解决斗纷提供变力 而横琴光际商事调解中心 就有利于在琴澳两地 完善光际商事审判、仲裁、调解等 多元化商事斗纷解决机制 打造市场化、光际化、 法治化的优质营商环境 是落实这个横琴与澳合作区总体规划方案的要求 横琴的高质量发展呢 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法治化环境 那么法治化营商环境呢 这个重要的就是要让调解仲裁和诉讼 都能够有序发挥作用 活动建场还举行了琴澳仲裁合作平台 进驻琴澳光际法务大厦揭牌移声 以及琴澳商事仲裁与调解发展论坛 那也在昨天了 2023深圳设计州正式拉开大幕 其实今年也正是深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授予设计之都称号15周年 15年来深圳交了一份 设计和产业共生共融的优移答卷 那我们先从设计州看 看一下不少的优秀设计再慢慢谈 戴上A眼镜后 老师就会闪见眼前 书台反转就可以成为五优的躺椅 打开书台 里面仲藏有舒适的小枕头 这家以淡绿色为主基调的教室 由深圳设计总院院士团队打造 可以实现全场景智慧化管理 目前已在深圳实验学校初中部投入使用 我们通过聚焦校园当中 使用频率最高的普通教室 以健康、高校、人文为试剂理念 只需要把桌面打开 把桌子放下去就可以实现午休了 而且中间还有一个隐私的空间 大家互不干扰 让学生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可以实现午休 来为我们的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在深圳 这样的创新和设计方法垂处可见 今年的深圳设计周 更是首次提出设计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引领时尚消费潮流等四个围度和发展路径 令设计不断融入到产业发展 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 随着AI人工智能 特别是最近很火的 CHAT GPT 这些最新的高科技的诞生 深圳设计 还有深圳的制造 如何更高质量的发展 是一个很大的命题 把整个产业链 整个的制造业 还有城市发展 带到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格局 设计依然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去年 深圳首次实现工业总产值 和工业增加值全国相第一 成为名乎其实的中国工业第一成 深圳设计 为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 工业设计是制造业的前端房节和笔备基础 跟制造业结合紧密 11年来 深圳的工业设计专业服务年收入增长了12倍 对制造业提值增效的作用明显 拉动下游产业的产值超过了1000亿 不单止是这样 深圳早已成为国内时尚行业门里最齐全 原创品牌最集中 产业配套最完善的时尚产业基地之一 目前 现代时尚产业 已经被列入深圳社20加8产业集团 用研发创意端的高水准投入 来为产品追入超高负价值 现在深圳的发展 你看我们无论是华为腾讯大疆 包括我们的城市建设 它赋能于城市的发展 它就成为一种动力 其他设计我们看不到 只是讲那个货室里面的 桌和椅结合变成一张床的设计 其实我个人认为都挺好 因为其实我们的痛点很多 就是因为没有地方 如果你有的话 宁愿整个睡室 没有睡室只能够这样 近日澳门城市规划委员会讨论 望下山房十栋建筑物的规划条件 涂草案 澳门文化局表示 对于建筑群或有风貌价值的建筑物 在已保留建筑物立面的情况下 将会统一采取保留建筑物屋顶特征去处理 澳门城市规划委员会召开会议 其中望下山房十栋建筑物的规划条件图草案 建议设为文化文创商业综合体 土地面积共1049平方米 参照澳门文化局的意见 需要保留现有的围场立面和屋顶特征 维持庭院特征 而且不能够加高 有委员关注到相关内容 和2010年规划条件图的差别 澳门文化局研究及设计处处处长 对于有风貌价值的建筑物 由于在活化利用的时候 可能要处理消防、逃生等问题 只能利用最低影响建筑物外观特色处理 故近年对建筑群或有风貌价值的建筑物 在已保留建筑物立面的情况下 会统一用保留建筑物屋顶特征去处理 至于庭院的树木 也融入了庭院特征 因为它始终不是一些死物 它可能会越长越高 可能会生病也可能会死亡 但是我们一定会按规则条件的意思 维持空间、绿化、氛围 澳门文化局还表示 望下山房日后将会引入营运实体 具体用途未定 大红猫猫猫昨天顺利回国 之后被转移到隔离检疫区 对了 问鸭鸭回来之后的情况怎么样 吃得惯不惯 需不需要到时差 有没有肥一点 不用急 马上去探一下鸭鸭 北京时间4月27号下午 23岁的旅美龟国大红猫鸭 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在中方受医和公主人员的陪附下 前往封闭隔离检疫区 4月27号晚 鸭鸭已经转移到隔离检疫区 为做好鸭鸭隔离检疫 上海动物园设立了 专门的隔离检疫场所 含室内寿舍 室外活动场 治疗加空间等 室内寿舍也加装了封条 同时准备了丰富足量的竹和腹食 在隔离检疫期间 北京动物园专家团队 将住场全天24小时陪护 针对鸭鸭高龄 生活环境变化等特殊情况 精心做好治养护理 健康监测和诊疗诊治等 陪伴鸭鸭度过一个月的隔离检 尽快适应回国生活 当然隔离检 某程度上也是另一个适应期 就是鸭鸭可以沉浸式 适应家乡的香阴 天气 环境 生活 火食 当然最好是洗凉 如果身体很重要 有机会大家可以探望它 五一路动节就到了 广东广播电视台天草药业 大森林联合主办了 奋斗的心永远年轻公益活动 向老一辈奋斗者致敬 昨天下午 奋斗的心永远年轻公益活动 在佛山举办 咦 这位不是就是 外来息负本地狼的大哥阿光 现场还有广东省名医 为老一辈奋斗者 讲解救命神器AED的 使用方式和保心知识 季节变化的时候 其实心胸肝疾病往往是一个高发的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需要补水 让水容量维持在正常的水平 那这样心脑血管疾病就会减少 天草业其实一直这么多年 都坚持做社会的公益活动 赋予全社会对老人的心血管健康 去关爱 树立一种保心 就是比救星更重要的一种理念 而且在今天上午 我国首个公益家旅游 无居民海岛开发项目 广东省珠海市长琴国际音乐岛正式开放 很容易理解 即是马上的五一期间就可以去玩 今天上午 珠海长琴岛正式对外开放 经过六年生态收服 长琴岛作为一座无居民海岛 如今已经变成生机岸然 朝气蓬勃的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海岛 目前长琴岛客运港已经进攻头运 游客服务中心和241间度假公寓 还在五一假期对公众提供常先体验 第一期我们建设了包括南调会客厅 包括了我们的码头 以及一系列的后勤区域及游客服务中心 那么我们一期目前在建的 还有一个音乐礼堂和一个多功能的会议中心 这两个设施也都在今年会投入使用 长琴岛位于珠江口 地域名三角岛 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几河中心 整岛用地面积0.87平方公里 长琴岛在持续进行生态收服的同时 深度整合开发音乐文化资源 把音乐之岛建设 全方位融入海洋经济 致力于打造成为集音乐文化 科普教育 主题体验 海上运动 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海岛旅游终合体 和绝港澳大湾区时尚文化旅游目的地 刚刚记者已经替大家体验过了 从珠海九州客运港出发 乘坐高速客轮 仅30分钟即可抵达珠海长青岛 看到眼前升级而然的自然景象 很难想象这里之前是一座 满目疮痍的荒芜小岛 为了呵护海域环境 保护生态多样性 记者了解到 4月29号到5月3号 珠海长青岛开放期间 每天限1500名海岛体验官登岛 体验海岛度假氛围 为庆祝长藤岛开祖 长藤岛将胖四海岛音乐特辑 邀请郑君、闫明熙、摩栋闪霸 苏醒、叮当等歌手 为珠海带来一场盛下音乐狂欢 这里漂亮 喜欢海岛迷 这些地方真棒得不得了 广州近年来进行了 非为版权的创新探索 在非为传承人和企业之间 踏建起便利的版权交易桥梁 一批由非为大师 和企业联名研发的产品 陆续出现在市民的生活当中 还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盛开的桃花春意岸然 花瓣随风飘落 十分灵动 这个是广彩国家级非为传承人 谭广辉的作品 通过版权交易 这幅作品出现了在广州一家酒店的瓷盘上 市民在品尝一中两件的时候 就可以近距离欣赏到广彩的魅力 对于我们自己所创作出来的作品 更加有效地得到了保护 同时也得到更高的经济效益 广州荔湾非为版权交易平台上线以来 吸引了多名国家级省市级非为大师进驻 并促成了一批非为大师与企业合作开发的产品 广售、泥索、橡牙雕刻等非为元素 出现了在茶饮、保温杯、雨傘、手提包等生活用品上 等非为真正融入市民的生活 今天再有一批知名企业 广州以传承与发展对口帮扶地区非为文化的方式 助力乡村振兴 其中泥湾非为设计团队 根据贵州当地的非为技艺 为潜南州农历院一款辣椒酱重新设计包装 助力潜货出山 我们提取了平坡描画里面的画画的技法 然后将它制作鸡丁辣椒酱的过程 我们是表现了在包装盒上 希望它通过整个包装外观的提升 可以帮它打开更多的销路 而且大家一看到这个包装 就知道它是一个贵州的产品 攀手共进,晚区快讯 澳门中旅证件中心发出声明 近日有居民收到自称是澳门中旅的人工来电 幻与音留言 声称接听者的出入评证件 在办理过程中存在问题 会被限制出入境 要求透露个人资料等 澳门中旅郑重提示 在受理申请人证件的过程中 不存在限制申请人出入境情况 也不会以电话或语音留言等方式 要求对方提供银行卡等个人资料 申请人接到可疑来电 可以致电或亲临办证件咨询 如果发觉受骗 应该立即报警求助 粤港澳大湾区组合港的 蛇口站岗线路正式开通 有效推动站岗港和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 全调数的高效变质流动 为长东区域物流链、供应链、综合服务链路 提供有力支策 从2020年大湾区组合港模式推行以来 共开通32条航线 已经辅射站岗、广州、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兆庆等九时 累计吞吐量超过40万飙商 珠海贵山岛环岛公路 仍在今年五一驾期通行 贵山岛环岛公路建于北山水库 沿东南侧海岸线 中至贵山岛纪念公园附近 道路全长4.5公里 总投资达到3329.500万元 游客可以自行徒步前往 也可以在贵山岛运输服务中心 付费乘坐观光车游览 通行后 这条公路将成为贵山徒步 观赏日出的首选路线 以上就是今晚湾区最新闻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都可以放假还放假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我们依然会有很多消息刷新的 同声同气自己人 原汁原微醉新闻 我是努力 明晚继续找 从来不遂多教我 不遂恨我堂 然而若有难哄 所先可美相波 寒献照呼 假以毅情 作传宽波 唯一你我自好 从真的都识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